我这个按下它,它自动全部,就是结果刚刚这个是丢公式,可是如果我不是要丢公式,因为很多地方,假如说你都丢公式的话,会有一些问题吧,比如说第一个它的效率可能会没有那个直接丢结果来的好,第二个就是如果你会发现,如果你一直丢公式,假设你那个范围都很大,那它会有一个问题哦,如果你丢公式,它公式很长,如果你丢资料就这么短, 那会有一个结果就是,你将来存档的时候,你丢公式的那个档案会变得比较大,为什么?因为一直丢嘛,如果你那个工作表里面都是丢公式,那丢太多了,它存档的话,档案会相对比较大一些啦,不过基本上如果你资料量不是那么多的话,应该不是影响很大,但你可能要思考,如果以后你的资料量很大,会有这个问题,那怎么办? 你可能要想到,你就不能用丢公式哦,而且要丢结果,可是问你要怎么丢结果,那这个地方你就要思考,我该怎么去把这个对应的程式写出来,那其实你可以参考什么?参考,因为在VBA里面没有像这种三波达的函数, 没有对应的函数,所以我们可能就只能用类似于刚刚第一个这个逻辑来思考,那我前面有讲过,就是说如果你在VBA里面,如果是固定的位置的话, 固定的位置像这个已经锁11的话,固定位置,你可以用那个储存格的那个,就是指向某一个储存格的话,那我们可以用Range,有Range D11这个位置,那乘上什么呢?因为这个前面位置会改变的话,那你可以用Sales,那就是哪一栏,D栏,哪一栏呢?这个你可以用I, 因为这个到时候会变成什么,往下的话,它会变成13,14,有没有?所以这个会变动的话,你用那个Sales加一个I,来撰写,那怎么写?我跟各位讲讲,第一个的话,我切到,一样切到VBA,那我把它放到下面好了,那写的方法,也许我就是直接怎么样?干脆我就在这个月考这边,直接拿月考来改好了,其实它的结构都差不多, 差别是在哪里呢?第一个呢,我要把什么呢?刚刚是回圈,所以回圈也不一样,回圈是一样的,那我先把这个里面先清除掉,把这边资料先清空,那如果说我要拿公式来改的话,第一个,把这个Delete掉,那丢的话呢?就不是丢公式,那丢什么呢?其实你可以参考一下,刚刚我们写的第一个公式,那只是说你要把它转换一下, 那如何转换?特别注意哦,如果像这个13会变14的话,14会变15的话,那你可以思考一下,这个会变,这几个会变,那会变的话你就用变数,那刚好我们的I的词,就跟这个词是一样的,那前面的这个,前面这个词,它好像是固定的, 有没有,D13,后面底下,底下来的D14,D11,那这个也是E,F都不会变,所以我们可以转换,那转的方法特别注意哦,如果呢,它的列要会变,那我们sales,sales哪一列你就用I列, 豆点哪一列的话,你就用D,这个叙数的话,就跟这边的叙数是相通的,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,第二个层,层的话跟这边也是一样,层以什么,这个如果有个钱的话是固定的话,你就用Ranch,固定指向哪一个储存呢?Ranch,那我的资料就固定在那个D11啦,OK,这样子,这个是固定的, 反正以后永远不会变的,后面的话呢,加号,加什么,后面呢,一样嘛,sales,I列的依然,乘以Ranch11,所以你会发现哦,这个公司,这个这一段哦,跟待会要写的只有这个地方不一样,所以我就拿这个复制,复制我的习惯是拖拉加Ctrl键,或者你CtrlC,CtrlV也一样,然后把它改成1就好了, OK,其实就对应到这边,这边的话就对应到上面这边,那F的话呢,一样,所以再把它这个复制,Ctrl键,这边改了,改F,这边改F,这样的话,我们程式就写完了,这个的话其实也有点像什么,所以以后如果你假设,要思考该怎么把它转成 VBA的话,直接拿这个来思考就OK了,那个对应关系,如果还是不是一下马上能够懂的话,回去请各位再多揣,多听个几遍,或者是程式多写个几遍,慢慢就可以理解了,主要是这个地方,如果这个会变的话,那就改成I, 因为它两边颠倒了,所以可能本来是在前面的蓝变到后面,因为我们用Sales,OK,然后那要试一下,如果这个写完之后的话,其实就完成了,那再来就试试看,这个写完之后,能不能OK呢? 执行一下,这边执行,有没有发现,结果一模一样,只是说呢,它最后差异就是说,里面就是把公式丢过来而已,其他的部分都一样,OK,那这里的话我想请各位,也许可以试试看,记得这个地方主要是参考刚刚我们在这边,公式的地方,把它做个转换,所以可能两边可以比照一下, 这一个,这个可以把它转成这边这样,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,另外的话,云端上也有参考答案,可以,假设你这个地方还是有点不太能够明白,到底怎么转换,也许可以再参照一下